欢迎收看新闻快讯 旧金山公卫局发布指南提醒华裔居民 在农历新年到来之际 和家欢聚的同时 要紧防新冠病毒的传播 做好防疫必义的准备和措施 现阶段旧金山新增感染病例 已经大幅下降 但疫情仍保持在高位 安全指南强调户外聚会相对安全 新冠肺炎最大的传播风险 是没有良好通风的室内 但户外群聚也要遵守其他安全指引 缩小聚会规模 限制群聚不可超过三户人家 缩短聚会时间 限制群聚不超过两个小时 统一固定群体 不要参加太多和不同户增加的聚会 多重保护包括口罩检测通风 以及限制聚会人数等 在高传染率期间可发挥作用 尤其是接种疫苗能够挽救生命 并有助医院保持足够的床位 代表纽约市皇后区的国会众议员 孟昭文在国会众议院提出一项新的提案 呼吁将农历新年定为新的联邦法定假日 美国目前有包括新年阵亡将士纪念日 国庆日等在内的11个联邦法定假日 这项名为Lunar New Year Act 农历新年的新提案 目前已经得到44名共同提案的人 及部分国会议员的支持 但还没有共和党人联名签署支持 此外孟昭文还在众议院提出一项新决议案 鼓励认可农历新年的文化与历史意义 祝愿全世界共度春节的亚裔同胞 新春佳节快乐 该决议案在众议院已经有71名共同提案人 注意华尔街日报报道 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 美国受影响的死亡人数正逼近百万 这场疫情对美国社会造成深远的破坏 联邦政府机构近日根据长期数据趋势做出估计 美国自2020年年初以来 死亡人数比正常预期多出了98万7千人 其中绝大多数是死于新冠病毒 还有少部分是死于疫情带来的负面影响 比如看病难得不到及时的救治等 联邦疾控中心最新数据显示 截止到昨天 美国新冠人数死亡已经超过了88万 华尔街日报指出 新冠死亡人数占美国总人口比例 一等同于二战中伤亡美国人所占总人口比例 而所花的时间却远短于二战 UC加州大学系统重新开放 线下教学 但当前持续的疫情对健康和安全风险的担忧 让继续保留远程教学选项的呼声高涨 UC系统上个秋季学期大部分都是线下授课 在一月份之前转为远程 如今在高疫苗接种率和病例数 已经达到峰值的情况下决定重新开放校园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和尔湾分校的学生团体 都计划在本周进行为期一天的罢课 向校方表达更多灵活性授课的诉求 但反对者认为 如果没有更多的老师 为所有课程继续提供这两种选择 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请继续锁定新闻快讯 掌握新闻的最新总态